都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而在今天的澳洲 受到癞蛤蟆影响的动物 可远远不只是天鹅 世间的主角是海蝉蝠 也就是这种贼蝉蝠的癞蛤蟆 它们是体型最大的蝉蝠 平均体长有15至17厘米 和成人的手差不多大 海蝉蝠有个听着更耳熟的名字 叫做甘蔗蝉蝠 而原本只生活在南美洲的它们 也正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名号 才被引进澳大利亚的 话说呀 那是在上世纪初 一种叫做甘蔗蝎草的甲虫 让澳洲当地的甘蔗种植者们 苦不堪言 这种小东西 把它们种的甘蔗都给祸祸没了 为了对付甘蔗蝎草 政府甚至专门成立了相关部门 去研究合适的虫药 然而呀 几十年过去了 澳洲人仍然对此一出莫展 就这样到了1935年 澳洲人突然灵光一线 既然做不出合适的虫药 那我为何不试试 用魔法打败魔法呢 他们打听到 夏威夷和波多黎各等地 都引进了一种叫做甘蔗蝎草的家伙 他们可以吃掉甘蔗漆草 于是呀 政府便派一位叫做雷吉纳德 穆格默瑞的生物学家 去夏威夷进行了调研 并从那边带回了102只甘蔗蝎草 这个办法看上去很美好 但穆格默瑞在调研的时候 就发现了滑点 这甘蔗蝎草的弹跳力很有限 也没法飞 只能吃到地面附近的害虫 对那些飞来飞去的家伙 甘蔗蝎草同样无能为力 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 从102只到15亿 曾被澳洲人视为救世主的甘蔗蝎草 竟然成为了他们的噩梦 简单来说 澳洲人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高估了甘蔗蝎草吃害虫的能力 他们对飞虫无能为力 只能吃到地面附近的虫子 而那些虫子根本无法填补他们的肚子 这也就使得甘蔗蝎草 要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 去寻找其他食物 从昆虫到爬行动物再到小型镊齿动物 都变成了他们的盘中餐 而另一个错误 是他们低估了甘蔗蝎草的繁殖能力 这些家伙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繁殖 一次最多可以排三万个卵 再加上澳大利亚那炎热超市的天气 和没有天蝶的繁衍环境 甘蔗蝎草的泛滥就在澳大利亚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两个因素一叠加 澳洲就成功地让甘蔗蝎草 成为他们的又一个生物入侵的典型案例 据董记啊 今天生活在澳洲大陆上的甘蔗蝎草 数量已经超过了15亿只 和我国的总人口差不多 曾经澳洲人民眼中的救世主 如今啊已经变成了妥妥的噩梦 为了整治甘蔗蝎草 当地政府可谓是嚼劲了脑汁 加强检疫 在池塘便捐数理 甚至是鼓励每个老百姓去抓 抓住一只就给钱 可即便是这样啊 效果还是非常有限 甘蔗蝎草依然在澳洲横行霸道 有人可能想问了 这么多的甘蔗蝎草就算不抓了上膠 自己吃掉不也行吗 看屏幕中的这条狗狗 它拼命舔尸的可不是美味的肉骨头 而是一只海蝎草 在澳洲呀 像这样稀疤上瘾的狗狗比一比皆是 这并非是因为海蝎草好吃 而是因为海蝎草分泌的毒素 会让舔尸它们的狗子 获得迷幻般的快感 欲罢不能 然而和真毒品相似的是 狗狗们在获得快感的同时 身体也会被毒素侵蚀 严重的话会危及生命 因此 在澳洲有很多 专门给狗狗们准备的戒毒素 事实上 海蝎草的毒素 对其他生物也会带来巨大的威胁 包括人类 海蝎草的线体 会分明一种乳白色的液体 称为蝎草毒素 一只蝎草体内的毒素 就足以让一条鳄鱼当场逼命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海蝎草在澳洲 几乎没有天敌的存在 而普通老百姓 自然也都不敢贸然抓它了 如果你实在是口味独特 想试试它们的味道 确实也可以吃吃看 只不过 这辈子大概也就只能吃这一次了 除了海蝎草 野兔 野马 野猪 也都是澳洲生物入侵 导致严重后果的典型案例 有报告显示 澳大利亚有80%以上的 国家级病微动植物和栖息地 都受到外来物种入侵的威胁 如果再不采取有效行动 到2050年 它们将面临新一轮 本土物种灭绝的浪潮 这也就是我们在发现 恶缺扇一类的外来物种后 第一时间就需要做出反应 将其抓住的原因 感谢收看海克斯情报社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 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